来了就是深圳人 当初来深圳的90后大学生 现在都过得怎么样了 胡贤辉 贵州人 大学时期的创业青年 如今创业五年 在深圳坐着跨境电商 这座年轻又充满活力的城市 既诞生了腾讯华为 中兴万科这样的巨无霸的领军企业 也繁育了千千万万的中小公司 深圳这个城市是 也是最潜意的一座城市 节度也非常快 然后我觉得它很适合创业 但创业真的那么容易吗 一旦选择创业 一年365天 每天24个小时都是工作时间 迷茫 焦虑 被质疑 每个创业者都要面对 不断袭来的压力 年轻的胡贤辉显然不太适应 深圳的接种高速转换的经济模式 第一个创业 在短短的一个月就宣告失败了 创业实时是最没有安全感的一件事情 当时做的是一个 以电梯框架广告为主 这个行业我们发现 我们自己做这个天花板太低了 哪怕是做到 行业第一做到五年十年 可能也只能赚那么一点钱 接下来 胡贤辉开始认真思考 他的运营思路 不断转换商业模式 公司就悄悄走上了正轨 每月的盈利都在不断地增加 去年的一个营业额是八百多万 然后今年的话 目标是两千万 无论是营业额还是利润 是远远比我 当时做广告要多很多的 而且它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我觉得如果说你要创业 你首先应该选择深圳 比如说你注册一家公司 可能几天时间就搞定了 然后政府这边还有 人才补贴 创业补贴 等一系列的 对创业方面的一个腐蚀 所以让你可以省很多事情 未来我想做一家科技型公司 像华为像达江一样 拥有自己比较强的研发能力 未来我就是朝着这个目标 这个方向去走